日方区公桥里喉童国小附近的许多处的路口路面 因为不堪长期大型车辆的重压 之前路面下的自来水管线在去年就发生了爆裂 当时还造成路面的大积水 最近爆裂点的自来水管线都已经全部完成修复了 也已经全面爆出重铺了 公桥里有两个大路口 分别是喉童国小外子路口及旺仔潭桥大路口 而这两段路口在这几年路品专案下路面都相当平整 但是去年疑似因为大车重压 底下的自来水管线不堪负荷 居然整个爆裂当时还造成打击水 因为在公桥里这个路段北37 有两处曾经在因为自来水管爆裂 然后重铺设之后排水不良 那经过区域会议上提出来之后 那公所以及相关单位尽量就要排除这边排水的问题 立长表示去年这两个路口都因为长崎大车重压 再加上自来水管线埋涉太浅的位置 因此自来水管线不堪重压而爆裂 又因为路面排水不良 所以当时积水严重 那于前日施工之后 目前看起来已经在排水方面的问题 已经获得相当的改善 那也可以帮助在交通方面的安全上面的疑虑 减少了很多 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行进这两个路段的时候 也刚好是十字路口交汇处都要注意一下安全 立长说目前路权单位已经将自来水管线修复 并将路面全面刨除重铺的更完整 让用路人安全也有保障 路面重铺过后也将排水稍作改善 因此现在下雨也比较不会发生积水情形 杰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